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 宅子佩 今年206年 究竟是科幻迷非常重量級的一年 不但有美國隊長打鋼鐵人 蝙蝠俠大戰超人 連星劍銘航也出了最新一集 現在連星際大戰的最新外傳 也在今年底上映了喔 日前迪士尼才公布了最新的預告 裡面還可以看到兩位華人巨星喔 一起來看看有誰吧 星戰迷們還沉浸在去年底 星際大戰7的感動中嗎 過了半年又要再因為 星際大戰 俠盜一號的預告片 熱血沸騰啦 迪士尼影業在上週公開了 星際大戰 俠盜一號的最新預告 可以看到在三部曲過後 邪惡的西斯大帝成立了銀河帝國 使用高壓統治整個銀河系 一群被帝國迫害的人民 於是決定阻止反抗軍 暗中阻止死心的建造計畫 這句預告裡最大的亮點 就是曾子丹從葉問師傅 搖身以變成瞎眼的反叛軍 耍著棍子打倒紅爆兵 另一位已讓子彈飛 紅遍台灣的中國演員江文 也在劇中擔任失重的角色 這幾星際大戰系列首富的外傳電影 會帶給影迷們多大的驚喜呢 今年底我們就能親眼見證囉 好 好